Chikin nugget 這種炸雞塊 不一定要用炸的方式加熱 使用小量的油 也可以做出來非常脆脆的雞塊 這一次我用雞肉跟豆腐來做 熱量比較不會很高的雞塊 跟特調的兩種醬一起非常好吃 做法是很簡單 好,那我們就開始做 首先我們處理雞肉 這一次我選了雞胸肉 它的好處是脂肪不多 也不會有很多筋 比較容易切碎 有在切時候發現雞肉分量不夠 所以我有加了一點豬肉 總共有200公斤就夠了 如果用刀子這樣子切 覺得麻煩的話 用調理器處理也可以哦 這一次我用了嫩豆腐 該用斑豆腐也可以 反正要確認壓碎到很細的狀態哦 雞塊本身的味道沒有要做很複雜的 如果你要做更豐富的話 加入玉米也很好 加入玉米也很好 這一次我要準備兩種口味的蘸醬 Honey mustard是我很愛吃的醬之一 不只跟雞塊 魚排還有漢堡肉一起也很適合 這一種Cocktail sauce 是跟海鮮一起也非常好吃哦 有份不用很多 用煎的方式加熱就好啦 怎麼樣子成型都可以 這樣子用湯匙挖出來 還是手上塗一點油 一個一個分開捏也可以 因為每一塊都很小 很快就熟啦 摸起來有彈性的話 就可以拿出來哦 這種食物不只適合當下酒菜 裝在便當盒裡面也很適合 還是煎多一點 冷卻之後冷凍起來也好 想要吃時候直接放入烤箱 加熱一下就有很好吃的點心 選一杯 加熱滑 依然散 Reform OK 這樣子就有非常好吃的 Chikin Tofu Nugget 完成啦 這一次我有搭配紅色的內罐 本來要準備低噶一點的料理 但是還是變成熱量高的 就是雞塊的碗豆蘸醬 太好吃啦 外面很酥 裡面是超級嫩 有一點辣的這個醬也很好吃 Growling Growling 增長